歡迎大家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直播環節 來到連續兩式的問答時間 如果你有問題想問的話就儘快打給我們 204-6566 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的研究部的經理陳偉聰 Jason 你好 Man 你好 先聽嘉寧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今次有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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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什麼股份 有兩隻要問的 一隻是18-18 其實就見他 因為好像美元那些牌都不太穩妥 所以金價那邊升 變成他又升 又有貨的 大概6元左右都有入 好啊 6元有貨 現時這一刻都有些利用在手 看看還可不可以看上網 看到超金礦業118 做6.64 升近4% 最高位見過 6.69 嘉寧觀眾持有些利用在手 金價都連升四天 還有沒有機會再上 這陣子就像這位先生說的 真的見到美金方面是相當之弱的 見到金價方面 也是抽了上來 昨天都升了接近20美元左右 又回到大約1,160多 1,170美元左右 這些是位置 那你問我 接下來的金價 是不是還有條件升呢 我又不是說一面倒這樣樂觀的 你說美金這一陣的下跌 純粹都只是因為日元方面 突然之間 昨天就抽升了上來 就令到美金就跌了下去 但是實際上你說 接下來那個美元方面 是不是會繼續積弱呢 未必的 因為都看回它 在前天 那個聯儲局議席方面的會後聲明 不算真的太過淡 那他們都仍然是覺得 今年裡面是有機會會加息的 而且也是把一些重要的字眼 包括針對外圍 全球的經濟金融狀況 之前他用的字 是說會有個下行的風險的 那在今次最新的聲明上面 都叫做刪除了這些字眼 那就是代表著 聯儲局對於全球局勢 那個的看法 開始是有個比較樂觀的展望 那變相 如果你說接下來 就是美國出來的經濟數據 繼續是有個不錯的表現的話 那我都相信美元的跌勢 不會說保持太久 那同樣地你說 金價上到大概1180元 1170元這些位置 阻力開始是大的 那接下來你說 會不會 就是可以一改再突破1200呢 那我都仍然是有些保留 那所以變相你說 招金升回到現在 6.6多這些位置 也都是相當之接近 是今年3月初 當時見過一個高位 就是6.98 那就是還欠可能是2號多 3號左右 如果你說 接下來招金真的再升多一層 去到大約6.8至到6.9 這些位置 我都覺得 如果你有貨在手 有利潤在手的時候 都應該是要找位 去到吃了午先 好 幫幫到你啊 這個先生 是 都可以的 那我還想問多謝 是1999 因為他就受這個人民幣影響的 我看到今天都下跌了不少 又下跌了不少幾支陰燭 看看哪個位置 又會好些 好啊 敏華 見到現時股價做9.08 年跌四日下來 都不止了 連跌五日 現時這刻股價都下跌3% 繼續見到 一個月的低位 8.9 會不會 其實所有議論天線都穿了 這個時候還會不會繼續向下 沒錯 一來就說人民幣 在今天來說 中間價都升值了 是300多個點子 都屬於一個 就是相當大的升幅利 如果你說人民幣 對美金是升 那對敏華來說 當然是不利 因為始終它都有很多的 梳化產品 就是出口去美國的市場 除了你說人民幣的因素之外 也都要看回 就說昨晚 美國出來 第一季度的GDP方面 整體的表現 都是比市場差的預期 都可能因為這個因素 大家都擔心 美國經濟 是不是真的會有一個 很明顯的放緩 導致這隻股份 近期都做得比較頑微 要留意 就說它的股價 在連跌了五日 應該是四日 五日之前 應該是持平收 就見到股價都叫跌穿了 就是條十天 二十天 還有條五十天線 那現時你說 它下面會似到些什麼位 暫時看回 今天低位八個九 是個初步支持來的 如果你說 接下來出現了一個反彈 是有機會可以彈回到 大概九個三 九個四左右 但是你說要去 在短時間之內 翻回到九個八 甚至乎十元流上 機會就相對比較微一點 我建議 如果你有貨在手 可以等股價反彈 就可以開始走走貨 好 接著要聽聽下 一位嘉寧觀眾的電話 第一旁邊 今次有吳先生 你好 吳先生 你好 聽到 吳先生 好 電話要轉頭 再博通給吳先生 這時候和Jason 不如跟進電郵方面查詢 有Vanus的朋友 Vanus Lam 想問一隻九三九 他在什麼位置買比較好 也問買 這個上網的空間 可以有多少 內銀股方面 其實不少公佈了業績 差這一隻就是健行九三九 今天稍後時間公佈 這時候去到買好不好 還是看定一點 因為始終首季的成績表都未出 所謂業績方面 就未來出 但是我覺得 他的表現方面 都會跟其他四大內銀股方面 不會差太遠 你說今天跌下來 都可能初步反映 那個業績因素 都不會看得太樂觀 事實上 你說內銀股來講 現在面對的 都仍然是相當多的挑戰 你說息差繼續是一個 低水平培會 淨利息收入繼續是有個倒退 不良貸款 余額 或者不良貸款 比率都繼續上升 等等 都令到內銀股那個走勢 仍然是比較弱些 所以你說見到 建行近期的股價 都是一個橫行格局 四個九 至到上面五個一號幾 就做一個拉鋸 那希望接下來的股價 就不要跌穿四個九 因為一旦跌穿這些位置 可能向下單邊突破的力度 就會加大些 到時就可能會再試 回到四個七左右 所以變相 這些位置去到買 你就真的要接駁 接下來一旦跌穿四個九的話 都可能要先做指洩 好 那跟進完Vanus的電郵之後 重新接駁給吳先生 看看他在哪裡 吳先生你好 吳先生 聽到嗎 吳先生 吳先生在哪裡 吳先生在哪裡 吳先生的電話 不太通 不要緊 我們花時間再接駁給他 這時候 回到電郵方面 Jayson 有位黃先生想問2628國壽 嘉寧觀眾已經有課 看見18.68元 又買了一些 買了50%左右 另外18.3元 就買了大概一成二左右的資金 另外他的現金剩下三成多 告訴你 他又想問 現價來講18.1元 可不可以加注呢 還是說更低的情況之下 更低的價格才加注呢 他就說可以持有 就是三個月至兩年不等 看回國壽 現時股價仲18.1元 跌近埋近百分之二 公佈業績之後 對股價來說沒有什麼幫助 始終比較走弱一點 股價其實都落後大市 這個時候去到買賣 能否多賣反彈呢 剛剛出來那份業績 表現都相對比較令人失望 你看到平保利潤第一季 都仍是有個按年的增長 但是國壽那邊呢 反而是要按年 倒退成五成多 這個都已經是扣除了其他 非經常性的收入 或者開支的了 所以你說說他的核心表現 是比較頑皮一點的時候 大家短期之內 講基金那邊 都未必說會這麼快 去買回這隻股份 或者這個板塊裡面 就算這些基金要買的 可能他們首選 仍然都會選平保 就未必說會選這隻國壽 所以你說短線裡面 它的股價不會那麼容易 可以彈上來 即使它反彈也好 你說可能彈上去20元這些位置 阻力一樣是相當大的 你計算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它的走勢都叫做差過平保 或者其他那些受險股 還有要留意 因為現在走一個長方形的格局 那個底部大概是18元的 一旦這些位置跌穿 分分鐘下面要市道下去 大概16元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 已經是有貨在手 還有拿的量已經是不小 我就覺得這些位置 就不是說那麼適宜再去到溝貨 那你說要買的 都可以選平保 或者其他的版塊去選擇 那既然你說國壽的基本面 或者業績出道理 不是說那麼理想 你之前又拿著那麼多的貨 我覺得你現階段再吸納 或者再溝負這隻股份 那個直播空間 不是說太大 是的 平保現在這刻跌幅也沒有那麼大 我看到平保 現時現在漲36.85元 都是輕微跌1.5元 而現階來說跌0.5元左右 麻煩你 崔晨 我們先做新報 看看及格局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繼續回來有問答時間 謝謝